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护国神山 珊珊老师 今天看到大盘如此亮丽的格局 有没有觉得 珊珊老师昨天所剖析的行情 特别珍贵 当所有人都沉浸在悲观 或者是哀鸿遍野当中 昨天我很笃定告诉大家 我们的大盘倒垒成功 那么今天大盘要去扣几垒呢 很明显的 今天站稳了三垒 那么下周要怎么挥棒呢 会不会满垒全垒打 为什么今天我不给大盘全垒打呢 有一个小小的地方 我稍后告诉所有的人 但是今天一大早 令很多人非常的讶异 这档股票 有的人应该是非常的兴奋 9点一开盘 这档变色龙 直接亮灯涨停 而且涨到收盘还在涨 而且锁起来 我常常不是在讲嘛 越到涨停越买不到 我一直邀请大家来做这件事情 可是很多人就是觉得 不想买不想做饭票 你想了一大堆什么票 船票啦车票啦入场票啦 邮员票啦 还不如这个饭票 这张饭票 它所代表的就是钞票 今天很多人会问我 老师 我要去排队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问题是 你排到天长地久 天荒地老 你就是买不到啦 不然啦 我现在 先拿给各位看 9点 涨停 一点半也涨停 到现在也涨停 就锁起来 怎么买啊 买不到对不对 一开盘就涨停 一架锁到收盘 变色龙 你们要等到news出来才要去追嘛 干嘛排队排那么辛苦呢 我每天坐在这边邀请大家 call me 要你来问我 这些股票怎么买 台积电怎么看 大盘会怎么样 我想所有的一切 我都讲在前面 今天很多人 还问我 老师 啊这个股票 还可以买吗 前天我已经讲过了 所有利空利空再利空 当天再踹一脚 为什么量那么大 不会跌体 主力在那边吃货 他会告诉你吗 结果昨天一大早我全收了 今天再喷 你说可不可以追 那为什么要追价呢 把追价的成本换成我有效讯息不是很好吗 好 这个时候 先来看这档股票 来先滚一轮再说 这昨天谁要讲 前天谁要讲 都忘了他的存在 PAL三雄 我每天给你复习 每天告诉你筹码 告诉你未来 文帽 全新 红杰科 今天呢 每个人问我说 可以低接吗 每个人问我说 还可以买吗 这档名字 插五毛 掌停板 这档啊 我不是讲皮球理论吗 皮球理论 所以 今天去想一下 你能够听到我客观的分析 大盘 个股都是如此 所以 在这里 不要去听那么多言论 你听那么多言论没有用 你要怎么做 前几天下跌 我一直跟各位说 你要怎么做 而我怎么看大盘 我怎么选股 我的股票就这几只啊 亲爱的 大阳线分析 晴天一注 啪 哇 今天几乎实体红 差一点 15580 这段的过程 我想每天看我的节目 都会问我会不会算命 我真的不会算命 但是我很会算关键价 我们先来回顾昨天 有肚子的十字红K 我们先来回顾礼拜三 4月26号 当天为一个红十字K 我解释过这一段 当天的20大排行榜 是跌41点 但是为什么能够涨3点 因为很多中小型的股票 一起共襄胜举 每个人贡献一点点 然后蚂蚁熊兵的力量 指数从黑翻到红色 并不是由台积电带动的 所以这就是我跟各位说 大盘准备要翻盘 昨天就给你开屏 抖一下拉上去 那今天呢 哇 昨天我说 本间K线里面有一种特殊形态 连续型 结果呢 今天 这个行情啊 我想我每天跟你讲很清楚 4月26 这一天我说啊 中继十字星 第一个 大阴线后面的十字 这个到底是福还是货 是转机还是危机 我很客观的说 明日关键 就是礼拜四很关键 所以礼拜三 我给各位两个关键价 当天的K线的高低点 对不对 头过 升就过 后面不必念 结果我昨天就喷过了 15398 对不对 喷过 那昨天这边两颗星星 我怎么说 我说形态叫做连续星 关键价还是给你前一天的 那个十字的高点 昨天我特别注解 这个行情转机大于危机了 江匹吉泰来 结果我又说了什么 昨天我说倒壘成功 过头 但是没有增量 唯一小小的败笔 但是不打紧 连两日十字 显示多空看法非常的分歧 多与空 每个人都有盘算 但是我昨天宣告多头获胜 对不对 那我说今天礼拜五 开高需再越过 昨天当天的高点 今天直接飞喷了啦 拉近 哇 有没有 多方缺口 根本不等你的 连续星转猛爆 直接飞喷了 还留多方缺口 再往下拉 今天量是不是 这三天最大的量 所以我讲的都事实 现在再拉上来 为什么今天我还要跟各位讲这件事 4月25号当时大盘有一个15639 就是这根黑柱 今天虽然碰到这里 就差灵门一脚 所以我说今天站上三壘 我解盘是很客观的 我没有告诉你今天是全壘打 今天只有站上三壘而已 因为当时那根的大黑柱 今天还差一点点没有全部供过 所以我留给它下个礼拜来过 所以 4月25号这根大黑线 高点 今天差一点点没有过 就是这边最大量这个地方 所以 昨天告诉你倒壘成功 昨天没有花很大力气 就功过了 对不对 那今天正式站上三壘 所以 今天形态叫做大阳线奋起 哇 你们知道吗 大阳线奋起 要很标准才能够这么解 我今天特别再加几个字 大阳线奋起 晴天一注 因为今天是这样直接猛爆 还留多方缺口 还带量 这样了解吗 所以 这个形态强烈多方讯 关键价下周给各位15530 今天以跳空上开的方式实体红 差一点也是实体红 量价起阳 而昨天连续新之后 今天转大阳线 这个是本间K线里面的一个 非常强烈多方讯 因此 下周开高 如果再留一个多方缺口 那么直接宣判 近期公万六 我解盘 大家都听得懂吧 下周 只要走这个规格 近期公万六 那如果 下周是开第一盘 关键价拿出来用15530 那么守住 很容易震荡走肩 那反之之一反过来 我解盘已经够客观 够明确 除了这个行情如此 这个时候 也很多人佩服我 我说我没办法 刚好我的名字 也叫护国神山 那所以这档台积电 我也讲得零零即制 完完全全都冰狗 8.5元 尾盘买了12000张 昨天护国神山 493.2 5 涨了两块 不争气 不争气 就从4月25号被我念 念了两天 台积电回心转意 4月25号 我说大阴线崩落 转中继再跌格局 四日碰再一支 我说还没有出现直稳讯 结果呢 4月27号礼拜四 我说这边有蹊跷了 一闪一闪亮晶晶 就出现在礼拜四 第一点叫489 这里拉近 我说呢 这个台积电 如果以这个圈圈来看 这边的红K 昨天是最大量 就是红K的量 昨天是最大 因此拉上来 昨天第一档明亮星 是近期红K最大量 因此 哇 哇老师 你的台积电 你都讲的这样子 对啊 本间K线就是这样 今天怎样 跳空上开 所以 今天 留 多方缺口 跳空上开 确立反转讯号 台积电股本那么大 不是我能操纵的 对不对 只是我跟他名字叫一样 叫做护国神神 所以你去想一想 当你们最害怕的时候 谁拉你一把 当你最害怕的时候 谁告诉你未来的趋势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要乱枪打鸟 那我没办法 但是要进广告之前 我必须先跟各位说这一档 商机来了 钱财就来 股价就会飙 这档呢 是 第二波要 飙喷的股票 就是这边 昨天我讲过 没有量 没有量 滚量 大量 洗盘吃货 结果今天发生什么事 哇 明亮星 油多缺口 所以我先跟各位说 日K三年红 第二波已经展开了 下周一早 最后买点 赶快来预约 赚猛爆喷出团 有兴趣的赶快扣蜜 这一档 马上进来 人员投顾和分析师 今年本间K线88种形态 透析阴阳K线的奥秘 为投资朋友 掌握多空趋势转折 创造人生财富 资讯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人生如股市 变化莫测 石沟石地 股市如人生 乐极深悲 体极泰来 唯有客观分析 精准研判 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 让何老师 带您掌握市场趋势 创造人生财富 轮源制服专线02-2321-9933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我家风水非常的好 欢迎来体验一下 常常大脚挤爆我家 不然就涨停挤爆我家 今天这张股票 真的没有办法 你昨天没有买 你今天跟你无缘 9点就涨停 一直锁到收盘 涨停喜欢来我家 欢迎光临 果然越到涨停 越买不到 这张股票只能这么形容 一急乍飞 飞到外太空 直接飞涨停 变色龙 变色龙 190.5 爹我也跟你讲 掌我也跟你讲 我每天都在跟你讲 变色龙 变色龙 它的强项是 电子质 而且是彩色的 我想大家记忆最深的就是 有一个进口车 B开头的 双B 其中一个 你要把它弄成白色的 彩色的 金色都可以 这就是 原态的解作 那么现在 一大早大家听到这个news 所以呢 直接把它拱到涨停 我也谢谢所有的人 我们一张开眼睛 就亮灯涨停 钱来了 大订单 沃尔玛 电子货架标签 这是多庞大的一个大订单 等你知道就涨停了啦 对吧 190.5 跟我买这档股票的人 我可以跟大家讲 全部大赚 因为 看仔细 昨天173.5 两块我一定要跟你讲 前天175.5 早上5.5 4月24号 我说以这个原态的现行 日K2连红 初步确立落底讯 这两根K线 初步确立落底讯 我要看它用什么方式 攻过186 这集的节目欢迎去倒带来看 4月25再讲 这根虽然是黑色的 但是大阴线它是亮缩的 它没有跌破这边 这第一支这根红K 防守点守167就可以 4月26号 我说这个现行第一档运出 但是我对它不满意的地方 就是量要加油 我讲的很中肯 对不对 那我说短线178要先过 对不对 好 问题来的 4月27 早盘真的有突破178 昨天节目讲很清楚 那最高点是178.5 多突破5毛 但是中场呢 它还是收黑 但是我讲一句话 量能虽然还是不够 但此坡呈现45度线的上扬 我是不是每一个蛛丝马迹 给你讲得很清楚 我在等什么 我在等引爆点 所以我一张都不卖 我在低档区买了多少次 亲爱的 这种格局没人愿意讲 黑的谁要讲 这种没人要讲 这种没人要讲 我给你解的清清楚楚 我跟你说不必害怕 这里守住就OK了 对不对 重点来了 今天这里放大 比较远没有价格 这一点是直接涨停锁到底 所以只有一条线一点 今天股价喷到这 请问 你这一撮随便你买 你是不是今天大赚 喷到这里了 更何况在这个区块当中 我买了N百次 也做了N百段了 今天喷到这 股票不就这么赚的吗 为什么你赚不到钱 因为你听空头的 因为你听名牌 我从来都没有名牌 我都直接听牌 今天还直接涨停 对吧 所以 万般跟余悦喷出 你就跟我默默吃货卡位 主力吃货不会告诉你 但是我永远告诉你 167到190.5 哇 23.5 后面五毛拿去买零食 10张23万 100张230万 B&W小台的立马签 200多万 可以吧 怎么会赚不到钱呢 变色龙 下礼拜怎么买 赶快来问我 这个 落难的时候能够告诉你 那才值得你们来敬重 那股票 今天涨4块 资源 4月27涨1.5 这天 为什么我9.5分会全少 你先回顾一下 4月26号这一天 欢迎你们去倒带 看我怎么讲资源 全台湾没人要讲资源 只有我告诉大家 利空利空再利空 当天再放一个利空 再踹他一脚 2.7万张怎么来的 如果是利空再利空 当天再报一个 非常利空的利空的news 为什么他不躺跌停 为什么他的量还这么大 所有人都知道他不好 很多人在倒货 还有这些笨蛋要去接货吗 我那天节目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当天跟各位说 次一个格局 我一定全力扫货 这一天这个样对不对 我昨天扫了 我都会拿K线给你看 我当天讲什么话 今天 你们去看一下 这一天4月25号 我说资源 前进三黑族 一跌升反弹 诺 次日跳空开低 反而不用害怕 这是我礼拜三讲的 为什么 礼拜三的时候资源是 胖胖胖胖 哇 好恐怖哦 直接往下拉 放大 我说以这种 越跌跌的越深的时候 它的量是越来越多 这种是标准 低档在主力在吃货 你再拉上来 有这种股票 这样胖胖胖的吗 很整齐耶 再拉下来 让你们看一次 它的量是这样子颠倒的 好再拉过来 我说这是本间K线里面 一个前进三黑族 很容易跌升反弹 若礼拜四跳空开低 反而不必害怕 事情就这么出现了 礼拜四 是不是跳空开低 悬了一个空洞 结果呢 26号悬了一个空洞 结果呢 形成这个线 我说近期大量 注意哦 注意了 低挂心 沉心 夜心 明天注意了 只要开高 我绝对全力扫货 当然那是礼拜二的 这是礼拜三的 礼拜四 只要开高 直接扫货 有没有开高 直接开高 我扫货了 两颗低挂心 近期补量 很容易避上缺口 这里有个洞 对不对 今天呢 哇 要拉近 哇 又来一颗星星了 五毛 再五毛 全部避完了 很多人看到这种线 都不要它 我告诉你赶快扫货 全收了 连续多薪 还有五毛浆币缺口 下周补量币缺口 很容易猛爆喷出 光这几天 155.5到166.5涨11元 一块钱拿去买零食 10张就10万 100张就100万 还在放空 我已经跟空军弟兄讲 我帮你放生了 要做多的赶快来归队 来找我 知道吗 现在我要跟各位说 这个股票 它叫做大雄 两倍 1.1万张 你如果杀到低档的 反手卷空的 你可能会 会欲哭无泪 笑不出来 昨天160 我就拿这几天的K线 跟大家讲 我说160很重要 160很重要 两天都收盘160 今天怎么样 今天28号 两天收盘160 直接转中继时至 而且这里 有没有看到 哇 爆量收大度红 154.167.13元 听到利空去放空的 听到利空去杀低的 好惨喔 为什么你没钱 因为你不该杀这样的股票 杀到低档 你更不应该在低档 去反手卷空 我的坚持 是因为我看到未来 这个股票 马上这样反转 对吧 大脚都急报我家 你去谁家都没有用 对吧 这三档股票跌 我都跟你讲 我要告诉你 你要怎么样 去赚这个市场人钱 今天这档股票 插五毛涨停 2.7倍 你再杀 我怎么讲 我昨天说 这个股票 中继十字星 第一档连续星 那今天呢 连续星转这个 特写 转这个 大阳线奋起 晴天一柱 杀到这边 偶心又立血 量都来了 所以呢 这档股票跟大家宣告 下周重返百元俱乐部 所以要听我的 要乖 不要听别人的 听别人的钱不见 没有人会还你 当然这档股票 把它讲一下了 它叫做小熊红杰克 今天半支嘛 皮球理论 讲到皮球理论 让大家回顾昨天我讲什么 我说这个股票 准备要拉出那个皮球理论的走势 对不对 皮球理论 皮球理论 第八支黑 注意反转性 皮球理论 昨天特别再讲一种 这种 这种的一个胖胖胖胖胖胖 已经胖到没有量了 这就准备要走皮球理论了 今天怎么样 哇马上一根大红柱 而且是这星期以来最大的红柒 亲爱的朋友 与其在那边是百思不得其解 赶快想办法来找到我 因为除了这个股票 这赶快看一下几秒钟 这个继续涨对不对 这个老神在在 这个 这下周要跟大家讲 但是重点是 这些股票你都没有跟上 这一支 我一定要请所有的人 眼睛看过来 这张股票 这种量滚到这种量 那今天呢 滚到这 在这了 赶快来预约 下周一早最后买点 喷第二段 在这边广发英雄帖 号召所有人跟我爆赚喷出段 有缘分有福气 大家一同来努力 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转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各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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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